但是马总统 你不能一直牵着这只牛往前跑吧 是不是应该来看看 台湾人民目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好 确实身为一个执政者 600多万张选票选出来马总统 他其实对外 他必须要捍卫大家在经贸上的竞争力 但是马总统千万不要忘了 你对内 对我们所有人 对在座所有人 对所有投票给你 跟没有投票给你的人 你都有责任 现在很多人在投石块 在拿棍棒敲 马总统好像都没有看到 我们来看看 不要看远 看过去一个礼拜 其实台湾状况真的很不好 马总统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从南到北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一个礼拜 首先是612发生的水灾 在高雄的山区 很多地方是侧村 然后很多人是离开他自己的家里 那么这也导致叶菜类会涨价 这个损失达到了4亿多 那么听说下个礼拜开始 叶菜类会涨50% 还有这个庐山温泉也要搬迁了 甚至东部地区一天80个地震 那么还有这是南回的土石流 是因为南回铁路自强号 一天之内两半字奖号 撞上了这个土石流 这都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再看到北部地区 粽子涨价 上个礼拜不是说 他派了物价小组去查粽子吗 现在说了这个粽子最贵的话 是涨了20% 但是他跟你说 为什么原因要涨 我还要继续查下去 但是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 好 常常都是查一查 然后不了了之 但是这些只是一个礼拜的问题 但是现在很多问题是 六月份是大学研究所的毕业潮 毕业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 薪资很低 买不起房子 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 但是我们再回过来看 下礼拜台风要来了 西南气流会引进来 下礼拜的风灾雨灾还是持续 但是总统 你还只关注在美牛的议题上头 难道大家的生活 你都没有过下去吗 也难怪很多人都在说 马总统我们才在冲砸腿 其实马总统他还是有做事情 记不记得在6月12号的时候 很多县市长都因为宣布 停班停课太晚了 所以被骂得满头包 但是接下来马总统他就去气象局 他就宣布了以后 只要早上4点半 这个气象局一定要把资料准备好 那么县市长5点半的时候 就要宣布到底要不要停班停课 当然他这个做法也被大家说 他好像是在当科长一样 好 很多人都说马总统变满科长 其实我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论点 我反而比较认同说 如果在这个公司体制下 有一些中阶主管 可能大家好像没有办法做出决策 大长官跳出来说 就是这样做 听我爱 就是这样做 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啊 所以我反而是比较认同说 其实马总统在这件事情上 好像做得比较不错 因此我认定说 其实不管是你当总统 当你政院的所有官员 要做不做 都是在做都有成效 其实真的要做 其实我们的政府还是做得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院政副院长 他们过去其实已经有开始查价了 首先是奶粉 亚培奶粉 他们本来已经预告说我要涨价 但是政府就去说 不要涨 结果亚培奶粉就真的不涨了 另外一家奶粉是贝加奶粉 他们是真的涨价了 结果我们媒体爆出来之后 政府就去查了 还跟他们沟通了一下 结果贝加奶粉就说 好吧 那我不涨了 你现在还可以拿来 你买贵的话 你可以拿来退货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是 苏打饼干 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他们限制大润发的售价 所以他们被政府罚了60万 所以其实我们的政府 真的是有能力的 对不对 好 确实 只要政府你下定决心要去做 一定看得出成效 但是我不禁要怀疑的事情是 这个成效好像看起来成效很不脏 我们的亡羊补牢工作 好像常常都是在羊跑了 赶快去抓羊 赶快回来修护栏 但是永远是追着事件跑 你来看看其实在危机管理上 我们帮你分成四个层级 当然能够预防 能够有所远见 所有事情都负面事情 都不要发生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 其实我们的政府好像很难做到 有远见这件事情 对啊 其实你看亚培奶粉 还有贝加奶粉 苏打 饼干 这些东西呢 其实他们都只是在应变解决 那么都是媒体爆出来之后 你才去查 你才去做这个方式 那么其他的物价呢 你要怎么办呢 好 确实让很多人都在质疑说 我们的马政府团队呢 是不是感觉上好像被批五感 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很多事情都是在补破网 但是你补破网的动作 好像又补得不够齐全 好像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领导者 希望他能够有先知拙见 能够帮大家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长远的事情 必栽码 能够让我们的收入多增加一点 但是现在他光补破网 就已经补得哩哩浪浪 而且补得好像很没有成效